所以各位 你不要痛苦 千万不要制造别人痛苦 了解吗 你不要痛苦 千万不要制造其他生命的痛苦 所以愿大家归三宝以后 念一下 永不杀生 不要杀害动物 好不好啊 也千万不要以杀害动物为你的行业 养鸡 养鸭 养鱼 养猪 让你赚大钱 但是你要知道 那一些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你把爸爸妈妈抓来杀 杀几百次 你赚大钱 你快乐 但是哪一天你知道 你会哭死啊 你会后悔的 所以了解佛教的道理 不要再无明 无明就是没有智慧 不了解真相 所以各位我也劝各位 不要卖酒 不要卖烟 你赚大钱 我卖毒 卖酒 卖烟 你害死多少人 我们马来西亚人很喜欢养什么 燕子 燕窝 你把他的窝偷下来啊 为了赚钱 燕子变成你的经济动物 那你以后生生世世欠他债 生生世世你就变燕子一样 被养恨不自由 被偷窝 不能传宗接代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 不能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其他人或其他生命的痛苦的上面 要有这个智慧啊 不然我们就会 不知道就造恶业 你以为天下不知道 下辈子你第一个下地狱 送无量的苦 所以各位你要了解 生命有轮回啊 这个轮回会造成痛苦 所以无论如何 佛陀教我们 不要伤害任何生命 所以念一下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这是真理 要相信 他们今天堕落动物很可怜 要被杀 所以呢 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 千万不要 哪一天也自己变动物被杀 好 所以现在为他们念灭相 那如何脱离轮回呢 你有智慧了 就不会造恶业 你了解了 就不会贪爱执着 没有生就没有死啊 各位记住这句话 生日快乐不重要 死日快乐才重要 但是各位 死为什么会失 因为有生就会死 没办法 生从哪里来 有欲望 有生就有老 就会病 就会死 谁叫我们生呢 所以各位你既然要念 你要了解道理 无名灭则行灭 你了解了 你就不会再去做不好的 没做不好的就不会造成轮回 不然呢 爱 执着 就会造业 就会轮回 一直痛苦 一直痛苦 生老病死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 叔父啊 我后世人不做人 那不是你决定的啊 你有贪爱造业 你怎么可能不做人呢 你搞不好做猪了耶 做人还不错了耶 因为你吃这么多猪肉 你怎么可能不做猪呢 杀一次猪 你要五百次做猪被杀 吃猪肉 要享受被吃的痛苦 这个就是轮回啊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今天中午 吃菜吃菜啊 吃素啊 不要造恶业啦 所以希望各位 平常家里也吃素 多快乐 请不吝点赞